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最近 马云在南非发表演讲 又上了热搜 这一次 是马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成立了非洲青年创业基金 支持并鼓励非洲青年人实现梦想 演讲中 马云回顾了阿里巴巴的创业历程 并坦言 自己曾被三十多家公司拒绝 他说 我都习惯了被拒绝 别人没有义务来帮你 不帮你 才是常态 网友们纷纷调侃 马爸爸内心太强大了 原来自己没成功 是被拒绝的还不够啊 想起昨天在一个创业群里聊天 本以为会讨论什么赚钱项目 没想到 话没聊两句 就变成了一场吐槽大会 各个觉得自己不如意 焦虑到快要活不下去 可是 仔细想想 大部分人的悲春伤秋 不过是因为内心不够强大 曾经有人告诫我 不要与别人比 只和自己比 这句话过去我也经常用来安慰自己 可是年纪越大 越明白一个道理 你只有去看看别人经历了什么 才会发现 你离真正的失忆还差得很远 很多时候 看一个人能不能成事 就看他在失忆时的态度 同样是一件事 有的人只看到不公平和失忆 而有些人却从中看到了努力和方向 天降大任 必先苦其心智 那些遇到挫折 只会抱怨沮丧的人 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一事无成 而能够迎难而上 不断突破自己心量的人 世界反而会主动把美好的事物递到你的面前 正如马云所说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死在明天晚上 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人生呢 其实就是一个失忆 接着另一个失忆 过得去就能振翅高飞 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过不去就别怪自己是个庸者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人心里的情绪 也折射了不同的未来 你失忆时拥有什么心态 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北京女子图鉴里的乘客 刚来北京时 可谓经历了最失忆的人生 一次又一次面试失败 无处落脚 又突然被分手 投奔老乡 又对她图谋不轨 好不容易遇到个对她细心照料的男人 却早已有家事 独在异乡为异客 无数的寂寞 屈辱和打击接踵而至 于是她深夜蹲在路边 啃着半根玉米 失声痛哭 最终 不得不求助老乡 挤进地下室 借半张床 这是剧情 却也是最真实的人生 失忆之时 比自暴自弃更难的 是不放弃自己 放弃很简单 坚持却总是异常艰难 众所周知 最后乘客在职场逢贵人 又过五关斩六将 终是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 有人说她是运气好 我倒觉得 一个人的运气里 多少藏着她的实力与坚持 我们总说生活苦 生活累 然而 当我们了解别人的苦之后 就会发现 真正笑到最后的人 不过是比你 承受住了更多的失忆而已 有梦想的人 心灵的雷达一直开着 即使失败了很多次 也不会轻言放弃 这就是强者和拥者最大的差别 之前在文章中看过这么一句话 人生就是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当时看了让人发笑 但仔细想想 现实的确如此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生活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巴掌 不断地甩在脸上 这时候你的心态 决定了你未来的样子 朋友Lucy一直是我很敬佩的女人 四年前 她从体制内出来 这几年做自媒体赚得盆满钵满 成了朋友圈里 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在大家眼里 她就是站在时代风口的幸运珠 可只有我懂 她有多不容易 刚开始写文时 她经常想梗想到凌晨 然后第二天 又顶着冬日刺骨的寒风 骑车去附近的图书馆 一个人一写 就是一整天 可尽管如此 她的公众号却始终没有起色 那段时间 她常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最好的朋友 就是图书馆门口 卖煎饼果子的大妈 写饿了 写乏了 就去买两个煎饼果子 冲击 然后 跟大妈唠会儿磕 有天特冷 大妈在她的煎饼果子里 多加了个鸡蛋 并鼓励她说 姑娘你没问题的 我相信你 当时 她用已经冻僵了的双手 接过煎饼果子 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觉得自己 就算为了这份鼓励 也不能放弃 后来 当她第一篇报文出来时 她告诉我说 第一个分享的人 竟然是煎饼大妈时 我打趣说 这不是鸡汤报文 应该是煎饼报文吧 她却说 什么报文都不重要 重要的 是我距离目标 越来越近了 从她身上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是只有能力非凡 才叫了不起 能从诗意中突围 更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 她说过一句话 我一直奉为经典 谁都有诗意时 过不过得去 就看你能否 把焦点放在专注 与提升自己身上来 当一个人越懂得 管理好自己的负面情绪 就能越早走出 诗意的阴霾 自然也会越来越强大 人这辈子 过得好不好 就看你面对 问题的心态 人到中年 我体会最深的是 任何人都逃不过 命运的捉弄 一帆风顺 何谈成长 只有诗意之时 才能看出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有人被困住了 有人 却走向了成功 而事实上 遇到诗意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被诗意困住手脚 再也没有办法发力 那么 我们如何才能走出 诗意的沼泽地呢 正式失败 直面自己的诗意 解决问题的前提 永远是要正式问题 作家连岳曾说 成长的关键内容之一 是战胜人的逃避本能 很多人因为 本能的逃避 最后放弃了 但他们 恰恰成了挫折 与诗意的奴隶 只有经受住生活的洗礼 能以一种更加坦然的心胸 去接纳生活的诗意 你才算 真正地长大了 余敏红在事业起飞前 曾大病一场 人生走入了最低谷 这时候 他潜心研读了 二百本自己喜欢的书 在书中他学会了享受诗意 并真正理解了 生活的真谛 读书 不仅可以让自己 和当下的一切烦恼 与琐碎隔离开来 还能调整心态 找到真正努力的方向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 叫做隧道事业 指的是一个人若身处隧道 他看到的 就只是前后非常狭窄的视野 视野越小 越容易钻牛角尖 也越容易陷入负面情绪 每个人都曾被生活窥待过 只有认识到诗意 是人生的常态 才能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 一个享受成长的人 又何惧诗意地打扰 诗意 是一份来自生活的馈赠 越看淡它的人 越懂得如何在诗意中 抬起头来 看到远方的太阳 愿你可以不再为短暂的逆境 而心意难平 不再为生活的诗意 而患得患失 因为人生最好的状态 不是躲开生命中的诗意 而是在心中修离重局 永保生命的律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